好,因為我們剛剛如果說要串一些變數在裡面的話 那有的時候是數字,有的時候是文字 文字不用轉型,可是數字就要轉型 那轉型你要串一堆很麻煩 所以有的時候你乾脆用formate 那formate意思說我的文字歸文字 然後格式後面你可以把變數直接幫你填上去就好了 而且可以填好幾個變數進來 比如說我們以這一題來看 像後面這邊有一個說明 這個是在String裡面有個formate的一個方法 然後這個String的方法在64頁 這個各位可以參考 如果你要取得什麼小數點的第二位的話 你就用什麼,用個大瓜弧 中間加個冒號,後面加個點2F F的話其實就float吧 然後點2F就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它輸出就長這樣子 如果你要加一個符號,加的話你可以加在什麼 冒號的後面 然後還有保留那個負啦等等的 或者說你將來要補0的話 等等的有這些用法 如果是整數是低啦 這邊沒有提到那個文字的話用S S的話是文字,OK 這邊有對齊方式等等的 那如果說我們以剛剛這一題來看 我們這邊的話是用run的 取得小數點的第二位 不過這個方法是真的幫你事舍無路 可是如果你只要格式化的話,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我一樣先把這一行 剛剛我講過啦,如果你不確定說改完之後是不是成功 建議怎麼樣,可以先把這一行複製一下 然後複製一行一樣的到下面 再用這一行來做修改 上面這一行可以把它Ctrl加斜線 把它註解一下,OK 那改怎麼改喔 文字歸文字 所以第一個的話我需要做什麼 BMI冒號 冒號的話呢 比較簡單的寫法就是把中間這一串拿掉 那因為這邊要補一個什麼?補一個BMI的結果 而且要格式化成小數點的第二位 所以我直接把這一個字串中間加一個大瓜糊 如果你只是做一個大瓜糊的話 它會直接就沒有四十五 反正吃什麼就丟什麼過來就對了 那如果你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的話 加一個冒號 點2F OK這規則,所以習慣上 如果你要用format反正一定是大瓜糊 然後所以習慣上先大瓜糊 然後先冒號 如果是整數的話是低啦 如果是什麼 小數點的話就是點2F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一串的 所以BMI 這個是一個變數 那我變數怎麼丟進來呢?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在這個文字字串的後面 加一個點 然後打一個format 打一個FO啦 不過因為Eclipse會自動提示嘛 然後你也許可以自己點兩下 然後把這後面的參數先拿掉 後面的話意思是說 再把BMI這個變數的值幫你放到這邊來 然後他會怎麼做呢? 他會根據什麼呢? 根據前面的格式化規則 再把這個資料幫你填進去 所以就會變 BMIR 格式化成小數點的第二位 所以換行平宇室 然後吃掉他後面換行 再把後面的平宇加到後面來 這樣的話就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應該可以懂那意思吧 OK這個format還蠻好用的 後面還會再用到 因為他後面的話可以不只是一個變數 你可以很多個變數 然後後面有好幾個大瓜糊 你可以把資料丟到前面去 做格式化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做完之後資金 看一下結果 OK 第一個一樣 輸入一個體重 輸入一個身高 Enter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 結果是不是我們要的 沒錯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有沒有 這個BMI 冒號 就是這個 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就是把這個丟進來 他就輸出這個結果 換行 到這邊 平宇 丟到這裡 這個標準不標準的話 就是 再把底下的邏輯判斷的 自串再串過來 就得到要的結果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format format 重要性非常高 所以特別強調 如果你對這個不熟 以後 做蠻多地方 的應用就會 會出問題 格式化的部分 請各位 試一下吧 畫面再還給各位 點2f 當然顧名是 如果你要取到第1位 就點1f OK 看你要取 小數點的第幾位 好 好 適合